英文的长句子怎么样去破解 我用三集三个长句作为范例 做比较清楚的讲解 我们的假设前面两集没看过 这边还是念一下 一般人在学习英文的过程当中 每次遇到英文长句一定会痛苦不堪 因为看到后面就忘记前面 而且长的英文句子通常动词不止一个 人们搞不清楚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动词 因此遇到英文长的句子 必须要分析其结构的观念跟能力 才能够守到情来才能够克服 也就是说要有主句及子句的观念 这个学会很大主句跟子句的观念 一般人有句子的观念 也有子句的观念 可是没有主句的观念 也没有主句跟子句差别在哪里的观念 主句当作是主要的句子 是句子的核心部分 就算不能省略 而这个子句呢 就是当一般人认知的子句 跟我这边讲子句不太一样 子句就是我所谓的子句是次要的子句 是主句的补充部分 理论上 理论及文法上可以省略 可是省略的话 意思不够清楚不明确 外国人呢 以及英文程度很好的 这个 我们说这个 这是 例如英国美国人 以及程度很好的 中国人 台湾人 新加坡人 而不会害怕英文长句 也可以写出比较长的英文句子 所以能够写出文法正确 结构清楚的英文长句 自然是高水平的英文写作的象征 而这个第三集啊 我们看这个句子啊 又是八个字啊 包括标点符号 是不自由五名词吧 不自由五名词 这个很有名吧 这六个字啊 这句话啊 他是这个 美国这个独立建国之前 一个叫Patrick Henry 他讲的 所以他这个 这个触动了很多的心血啊 然后再加上其他很多原因啊 所以造成了这个美国独立啊 就是跟英国打一仗 打赢了就美国的建国了 所以这很多都很俊勇啊 也都是普世价实啊 可是句子很长啊 先念一遍吧 这个一般人可能会看得头昏眼光 所以说 一同不就该使死的 是否为了 是否为了 must fight 那我念的不够好啊 倒不是标不标准的问题啊 就是 轻重音啊 还有断句啊 我觉得念的还不够好 所以一般 我们讲一个观念啊 就是一般层次比较低啊 或者一般普遍的想法就是说 哇 念的好快哦 念的好流利哦 甚至啊 念很标准啊 一般80%的人都就 这个是 这个英文程度好 可是到了更高的层次 那些不算什么东西啊 不算什么 那叫基本功啊 基本功 那高层次证明你的水平高啊 程度好啊 是看你的一阳顿挫 一阳顿挫 跟这个断句 还有轻重音这些东西啊 好了 先不管这些东西啊 我们就看这样的一个长的句子 这样子看的就是 68个字 很麻烦啊 我们再接着看 第二个 这个句子 内容都完全一样 内容完全一样 但是呢 你看啊 那为什么这边要把红字标出来呢 你看这边全部黑色字嘛 原始的一个句子啊 一个句子啊 原始的一个长句 那这边呢 你看动词 这些全部动词啊 那怎么麻烦呢 wish 动词嘛 be 动词嘛 mean preserve be content mean abandoned mean engage pledge abandoned be obtain find 全部都是动词啊 那至于这种have 它是助动词啦 有些字看起来像动词 像free 它是形容词啊 它也可以当动词 也可以当形容词 所以那边啊 就在这个句子里面 它本来也可以当动词 可是在这个句子里面 它不是动词 或者看起来像动词 可是它是助动词啊 这些就不算 像struggle 也可以当动词 可是这边是名词啊 所以这不算 就是在这个句子里面啊 是动词的 你看有 12345678901112131415 哇 15都是动词啊 可是呢 像猜你一样 它真正的动词啊 就一个 哪一个啊 15分之1啊 你要猜的话猜不到嘛 15分之1根本猜不到 就主句啦 主句动词 那其他什么动词 是动词 可是它是子句动词 子句动词 这就是补充训 它不是灵魂啊 或者说它是皮毛啊 皮肤毛皮这些啊 不是 不是血液啊 不是内障啊 真正的动词 只有一个啊 就灵魂嘛 这句子里面 其他都补充啊 你看Waref是希望嘛 它是动词嘛 B 逼动词嘛 命是意味者的动词嘛 不是是保有嘛 动词 命是B 逼动词原型动词嘛 而不是过去分词啦 过去分词跟过去式跟这个进行式加一 它还是动词啦 只是它形态有点变化 它还是动词啦 你不能说一个动词过去式过去分词 它就不是动词了 那它不是动词什么词 还是动词啊 这动词有三态啊 其实有四态啦 加NG啊 contending 就是努力啦 命 意味者 别人放弃啊 B 逼动词过去分词啦 engage engage 很多意思啊 就是涉及的啦 也可以当交战啊 也可以当定管好多意思啊 特别就是保证啦 别人放弃啊 B 动词的 原型动词 B 所以光是B 动词啊 就好多字啊 原型动词是B啊 然后也可以现在分词RNG啊 加NG啊 可是 is, am, are 可以过去式啊 was, were 啊 这些啊 还有这个 还有过去分词B啊 就七八个八九个啊 这很麻烦 光是B 动词它变化 就可以讲很久啊 obtains 得到 fight 是战斗啊 奋斗啊 你看 就很麻烦 我们再看第三个啊 就是说 就是句子要长啊 学问倒不在 倒不在这些动词 这些动词就很麻烦 可是它 其实它不是那么复杂的啊 真正复杂的是这个啊 是这个啊 这个就是说 一些连接词 把句子变长就是 包括第一个 标点符号啊 像这个啊 两个横杠 或一个横杠 或斗点啊 或者是分号 或者是冒号啊 这些啊 第一个是标点符号 第二个就是像这种啊 就是重属连接词 当然也包括 就是我们叫连接词嘛 因为它分对等连接词 跟重属连接词 这学问很大啊 这个一个钟头都讲不清楚啊 所以在我20个频道里面 有一个特殊文法片里面 有些篇幅专门去讲这个 连接词很复杂的啊 其实变成一个 第一个标点符号 第二个连接词啊 连接词分对等跟连接啊 对等就可以接主句 也可以接词句 重属连接词就接词句啊 然后第三个就是等关系在名词 那就是wish啦 还有这个 这个人是死地物嘛 who啊wish what这些东西啊 然后像wish就最麻 它可以 因为前面也可以加一个fullwish f1也可以加inwish 也可以加一个bywish 也可以加一个twowish 有四五种变化啊 这个很麻烦啊 应该这边是inwish wish 它也可以单独存在 也可以forwish 你wish towish bywish 像这个 你用三个ear 三个对等重属连接词 然后这个也是重属连接词啊 所以它等于是有 一二三四 四个连接词 跟三个关系代名词 这些 这些都是啊 你看 连接词 关系代名词 跟有一些标点符号 都是可以把句子拉长 而避免一个句子 基本上只能一个 动词的限制啊 所以真正的句子 变成是这些东西啊 这边是这三个武器 当然其他还有 剩下的也不多了吧 表连符号 勒结词 勒结词 国际代名词啊 那我们写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我完整的啊 所以这个句子啊 真正的动词就fight 就一个啊 那其他这么多 黑字呢 是子句的动词 是次要的 文法上可以省略啊 但语法上不能省略 因为省略的意思不清楚啊 所以他就是有利有弊 所以句子变 本来一般人写句子 都写短短的嘛 很清楚 可是呢 看起来就有 就比较幼稚 看小孩子讲话都短短的 是表达很清楚 可是大人啊 尤其文学家 小说家 有时候 写论文啊 或者写法律文 句子好长 复杂嘛 人就是复杂 人越大 人越老 年纪大 成人啊 文笔越好 或者 那个事情啊 越复杂 那句子就变得越长 越复杂 是这样子 那不然的话 就规定好吗 写英文啊 写中文 写法文啊 每个句子不能超过十个字 那谁都看得懂 一点问题都没有 没有悬念 可这样子 语言就太单调了 语言的功能就会大打折扣 折扣 因为语言啊 基本上它原始的意思是给本国人看嘛 所以本国人是母语嘛 他这个程度好的人啊 去查一点他啊 还看得懂 那至于外国人 那是你的事情嘛 那实际上你是外国人 就好好学英文 或者本国人啊 那你这个小学毕业啊 那没办法 那是教育水平不够啊 所以我们都会分 上流社会 中流社会 下流社会 高端人口 低端人口 专业人士 非专业人士 这个没办法啊 所以语言啊 文字啊 越是有能力啊 用复杂的方式表达 就表示你的整个文字水平啊 知识啊 各方面都比较高啊 所以真正的动词就Fight 其他的呢 黑色的动词都是子句 但是有一个比较麻烦呢 就是子句中还有子句 我们叫 我们叫孙句吧 比如说绿色的主句是爸爸 妈妈 然后第一层的黑色字呢 是儿子女儿啊 那子句中的子句啊 他又是像孙子孙女 那这下去真生真女 我看到最多有五层嘛 所以其他的黑色字啊 这些wish mean 这个beam me 这些黑色字都是子句的动词 然后红色字呢 就是把句子变长的连接词啦 关系代名词等等啊 当然也包括了表脸符号 这样子讲有点复杂 我们就先看意思啊 因为他这一篇是不自由无零词嘛 为什么不自由 没有没有自由的话 你应该死掉 我活着要自由 没有自由 我要跟你抗争啊 死了再说不行 这个意思啊 所以他这个比较吊诡 就是说他的主句 主句一般是在前面比较多啊 有的时候摆中间 你就麻烦一点 那这个摆在最后面就搞死人啊 你前面看的 我们就是前面的假货啊 前面的假的啊 前面的吃药啦 都是辅助啦 都是补充啦 都是可以省略啦 可是你前面看 因为我们一定从前面看嘛 你不会说一个句子 从后面往前 不可能嘛 你前面看了半句嘛 你已经累了要命啊 有些要看不懂 看到后面往前面 结果都是假的 都是假象 只有最后面啊 才是主句吧 孝頌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有些这个 类似文言文的英文啊 或者我们中国人看的 文言文很累啊 或者长句都很累 我们先看什么意思啊 如果我们希望自由 如果我们有意啊 这当然是字面上是有这个意思啊 有时候也不能讲法 如果我们有意啊 要保持 保存啊 不是 保存这个 不可侵犯的 不可侵犯什么东西啊 那些 无法估计的数量 或什么 无法估计的一些 权力 当然也可以当特权啦 所以你看这个对称嘛 EF 等于就是 英文程度来看 它有三个条件啊 当然我们再回过头来讲 我们要奋斗 那奋斗呢 在三个条件之下 我们才需要奋斗啊 第一个条件 就是说 如果我们想要自由嘛 所以因为我们要自由 所以奋斗啊 没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要保有啊 不可侵犯的权利啊 然后奋斗 所以这个比较麻烦啊 这个 这个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主句 We must fight 这个子句 第一个 第二个 但是这个 你看这个 EF 重组连接是后面加关系代名 是什么意思啊 这变成 因为这都可以带子句 所以这是子句中的子 叫孙句 所以这第一层字 主句是第一层 三个EF第二层 可是EF里面也有东西 那就是第三层啊 如果这位置 后面又有个什么 That位置 第四层啊 加以此类的 目前看过最多的五层了 那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这些权利啊 这是我们长久以来 continue一些奋斗啊 我们奋斗想要得来的啊 所以等于又做一个补充说明 所以 这三个EF 是补充 We must fight 怎么样补充 这是三个条件 我们才要奋斗 第一个简单 第二个 我们要保持 我们要保有我们的权利 人民应该的权利 但是 又加一个福祉说明 这些什么权利 就是我们长久以来 一直持续 不断的奋斗 想要得到的啊 这个意思啊 所以 所以你要是 懂这些道理的话 你不管去怎么长啊 有几层主句子句啊 就可以 可以破解 那你没有这种观念的话 那真的完蛋了 那真的完蛋了 所以 一问成都法 一看到啊 这个这个这个 有看到重属 连接词啊 就连接词啊 有对的有重属 一看到表脸符啊 一看到关系代名等等 马上就找这假货 假的 他都补充说明 那前面什么都没有的啊 没有关系代名词 没有连接词啊 这些东西啊 这是真的啊 就大致上这样 那第三个条件呢 这个 如果我们有意啊 not basically basically 本来也可以当低下啦 或无耻啦 卑鄙啦 很多意思啊 如果我们 不是要 要恬不知耻的啊 去放弃我们的 高贵的一些 奋斗啊 因为 这奋斗是高贵的嘛 因为我们争取权利嘛 争取权利嘛 争取权利的话 这是一个 为和平而战啊 为人权而战啊 为国家而战啊 这是一个高贵的一个 争斗啊 一个奋斗 如果我们不要放弃 如果我们不是很 恬不知耻的 放弃这些啊 奋斗的话 你看这边又加一个啊 关系代名字 这也是神句 神句 它有一个组句 一二三 三个 子句 然后神句呢 有 看到which which which 就是 until 是 是他构成的这句子 这样讲一下 点复杂 你看这边 一二三 第三个f 如果我们要 这个 我们不放弃 要争取 要 争取 我们的 我们就是 不放弃我们的奋斗 然后这个 孙句 子孙的孙 孙句说 这个 在这个争斗里面 这个which 就代表前面的名词 可是 英文在里面 to which 对着他 或者把which 借由他 这些 就是 他有他的 各个不同的意思 在这个争斗里面呢 我们 长久以来 不断的 进行中 也可以 订婚 也可以是交战 也可以遇到 这边就是 摄入其中 比方说 这个高贵的奋斗 我们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然后这个 and which we have pledge ourselves 而且呢 你看这又是一个which 然后这个呢 我们就是pledge 我们信誓旦旦保证 我们对自己保证 我们绝对 不会放弃 所以这两个which 是对等的 只是前面 这个which 加一个in 那你说为什么对等 用连接词 这叫对等连接词连接 这个until 它是转折的 连接词 它虽然没有用and 什么东西 但是它也是 也是后面 你看 有动词嘛 所以它这个 生句 变成三个 e in which and which until 带出三个生句 生句当然也是子句 只是我的生句 比较好表现 你看这个 我们一参举以来的奋斗 而且我们信誓旦旦 我们绝对不会放弃这种奋斗 直到 直到什么时候 就可以停止奋斗 就是这很光荣的这个对象 就是达到了目标 我们叫目标 光荣的目标 就是 我们的content 也是奋斗 本来是比赛的意思 目标达到了 这样子 所以我们用白话文在讲 这个句子很难解释 这蛮一大堆东西 我们必须要奋斗 但是奋斗是基于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我们要自由 第二个原因 我们不能 我们 要保持我们的权力 第三个 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斗争 三个嘛 大家就很清楚了嘛 在三个条件之下 我们要奋斗 可是这是搞得又臭又长啊 这个 长的是什么 我们这个第二个 我们要有保留我们的权力 这个权力是我们长久奋斗 那就补充说明 这个第三个奋斗 又加在说明 我们这个要有高贵的这个奋斗啊 这个奋斗 我们已经持续很长的时间 而且呢 我们保证 我们不会放弃 第三个呢 达到目标 我们绝不停止 那这样的话意思就通了 所以就说 你了解这些文法结构 还有一些 这些 武器啊 跟工具啊 这些 连接词啊 关系带名词之后 再加上 你能够仔细地去分出结构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一层 第一层是主句嘛 第三层还是主句 可主句中主句 那你这样讲也听不到 就孙句 父母啊 子女啊 孙子真孙 玄孙啊 这些东西 就会比较清楚啊 所以我们这个 这样子讲 不知道意思了不了解吧 所以我们用三集啊 来讲这个英文的长句 所以再回过头 当我们看到一个原始的时候 没有句子那么长 这时候我没有做加工嘛 所以你看到这个 有看到这个if啊 which啊 tachat啊 还有其他 比较麻烦的就是 重属连接词 有很多字 一般没有这个 一般没有这个 关联的话 看类似也不知道啊 大家想 Till这种 类似这种 反正就是说 你看到了这个 重属连接词 关系代名词 关系代名词 到关系代名词 最常见语的是 实地物 还有thet啊 这六个 它就是假的 就是直句啊 你就可以就说 比较其次来看啊 比较其次 它不是主要的啊 然后如果前面啊 本来正常主界前面 可是它前面又连接 这些 夫属连接词啊 它这边是假的 啊 这边都是 都不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假的 假的 假的 到最后 所以它这个 用一个 两个横杠 表示做一个断句啊 中间断一下 然后这个你看 这前面 位前面没有嘛 它才是主句 而且这个主句 超级短 所以 另外的长句呢 长 主句通常不会长 而且主句照动 一定要主词动词 跟 送词不一定有 只要 句子只要有主词动词 就可以完成 那这边加一个注重词 主词 主词 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代名词嘛 We 加一个注重词 must 再加一个动词 真正的动词ify 我们必须要奋斗 就三个字 这三个字 其实这个句子 就是可以加个字 We must fight 这谁都能了解 可是写的又臭又长 那可是 你说 我们为什么要奋斗啊 我们要怎么奋斗啊 讲一大堆 才比较清楚嘛 所以才说 我们有三个原因 为什么要奋斗 有三个原因 然后这个原因 怕讲不清楚 原因里面又再有次的原因 又怕讲清楚 所以就是意思很清楚了 非常清楚了 可是后语症就是 句子字就变长了 变成不懂了 所以这个英文程度是在这里 真正的英文程度是这个东西 而不是你讲得快 或者发音标准 那是基本功 那个不是程度 你看外国小孩七八岁 已经讲得很快 很溜 很标准 他没有程度嘛 小孩一直嘛 七八岁 可他表达的力量很强了 但是像这种东西 他小孩子一定看不懂 可这边也没有什么单字啊 这叫程度 真正英文程度是这个东西 所以这样了解了 我们最后再念一遍 这样意思却不了解 所以像我的视频 很多都是 讯息量比较大 没关系啦 第一遍 你就先抓个意思吧 也不要强记啊 先知道讲什么 如果第一遍要听懂 那你比我还厉害 那就看 再看第二遍嘛 但是不要马上看第二遍 脑袋会很累 隔个几个小时 或隔一天再看啊 效果比较好 让脑袋放空一下 因为第一遍 一定有概念了嘛 多少记得一点嘛 第二遍 噢噢噢噢噢 更清楚了 可是还是有点乱 那没关系嘛 再看第三遍 那又说 一集就要看好几遍啊 一个剧子要看那么多 不是这个意思啊 因为像这种长剧啊 你要是真的通的话 以后你也不必看啦 以后 可以粗雷跑通 全部都会了 所以就算你看十几 看十遍 你才懂 那也很厉害 因为你 从此以后一辈子 都没有这个问题嘛 可是你说 我不想看十遍 我干嘛要看那么多 那你以后一辈子 看长剧这个问题嘛 所以还是值得嘛 那这样了解意思 以及我这样讲解的时候 我们再念一次啊 就是比较 一扬顿错啊 就一扬顿错啊 就是说 有些转折的地方 要停顿一下啊 然后这个 要念重一点啊 停顿一下 念重一点啊 那其他比较 一般 我们就说 像这种 动词啊 当然主动词 是一定要念重一点 停久一点啊 一般的动词稍微停一下 那尤其碰到这种转折的啊 就是把句加长的这种 这个连接词啦 或者是有标点符号的啦 或者关系代名词 一定要停顿啊 字很简单 可是因为它转折 它是把两个 不管主句 指句连接起来 它是 就像人的这个 这个什么 关节 关节连接啊 我们这边念一下 如果呢 我们想要自由 才能做得到 尤其是 以为 武器 一路 将 是 并至然 一路 很平 我们现在 永远 一直在 不 永远 保持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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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our content shall be obtained We must find 所以最后 因为这个主句啊 这边听特别久 然后因为它主句要三个字 要特别三个字分开来 不要一起 We must find 前面念了半天吃药的 你都念一大堆 然后这个重点你反而念得很快 那就程度不好 所以这边 of our content shall be obtained 听久一点 we must find 人家就知道 你要是念 we must find 人家就知道 就是味道出不来 你讲 we must find 人家就知道 你意思完全懂 这些讯息量很大 没关系啦 你就多看几遍嘛 心理神会嘛 所以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啊 就是 你看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每一次看 都有不同的层次 你都有不同的体会 然后越来越了解 这个意思 这句叫做 谢谢 谢谢 谢谢